最近美股轮流出业绩,有些业绩不似预期的公司被洗仓式暴跌 另外一些业绩好的公司有非常好的抗跌力 作为一个小投资者是否应该每次拿身家来赌命呢? 如果你不想这样做的话,大家可以考虑一下ETF 指送投资金金,因为它可以分散投资到和可以投资一些你喜欢的潜力板块 如果想知道多些ETF的投资潜力,怎样可以升值和分散 欢迎大家点击以下连结,出席我的面前分享会